你也跟寶寶開工 現在我的現實生活和戲劇生活是分不開的 戲劇生活就是多了五個女兒 因為我們這部戲是拍寶寶 我們是生了一個女兒 但是因為說我們是由零個月開始到一歲 所以有五至六個寶寶在不斷每天都是不同的 所以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過程 有時候會不會 想生一個 我也是那句 我真的很想生一個女兒 每天都在滿足你 對 真的很開心 所以希望朱年有一個女兒的誕生 朱年? 朱年? 朱年9年 朱年9年之後 給我一點時間 給我一點時間 你很差勁 這部劇拍 她要休息寶寶 休息寶寶要時間 拍完這部 差不多了 因為下年9年 但你要準備好 準備好嗎? 以前就要準備好嗎? 你以前說過 我拍完這部就開始適應一陣 躲起來就操練自己 調你自己 變回孫性的體質去生女兒 孫性體質? 有關係的 孫性和孫性 已經做了功課 做完了 那時候打算調到孫性 去生小雞 現在希望調到孫性 去生豬女 阿倫有沒有來 阿倫 比我想像中好的 最厲害的是 抱一些很 一兩個月的 那些 軟脾脾的 那些 有時候 我真的不知道怎樣抱 她也抱得不舒服 這個時候就交給她 這個爸爸 其實她非常好 幫到手 但她已經很快上手了 有沒有 無愛大法? 還未爆出來 但開始裝滿 先拿到時候 拿到時候 沒什麼做了 就開始 人生另一個階段 就生病 其實無愛可以在劇中爆發 暫時留在劇中 拿完獎之後 還可以很多事情做 是嗎? 例如結婚先 你拍這段影片 她經常叫我結婚生小 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你想我和你同樓合污 什麼同樓合污 不是 我還沒看 大象 我覺得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想你感受一下那種開心 還有有時候見到她 那種無愛 摸著寶寶寶 無愛 我覺得你是一個好媽媽 不過有時候 我看她們偷拍我的照 我真的覺得 很甜蜜 很甜蜜 因為我一套劇 說得很快 第二集已經生有寶寶 因為我長期戴著肚子 是 我看回自己的衣服和身形 很斯拉 又覺得自己 然後 我都不禁問 我是不是真的 是時候要退休 但是你昨天和高檸 什麼事 交給你 交給你 是 很多 其實 其實我和高檸 就死了這麼久 輕微有點尷尬 我還記得昨天那場戲 昨天還是前日 前日 因為我是廠尾拍 開始有些鬍子出來 我磨到她的嘴 變成了豬潤腸 然後我是很不好意思 而且這裡開始有些損 接下來我會要求她 你麻煩你先看一看鬍子 我現在有經驗了 我已經看了 我已經看了